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不了回去种地 我种地也有多大二个粮 之后他接连出新州 先给海参搬家 海底也好 接着养起了海鸭 还说要赚钱海参海鸭谁也离不开谁 他还打破传统 把海参变成液体销售 2020年他的销售额达到8000多万元 带动50多户养殖户增收 看山东蓬莱的王兴茂 如何新招养殖 海参海鸭都赚钱 财富无处不在 行动成就梦想 欢迎收看志福京 今天节目的主人公 他的创业故事 那得说有点传奇了 在当地别人都管他叫做破烂王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最早是靠着收破烂起家的 高峰的时候 有120多人跟着他一起收破烂 1998年 王兴茂转行去养海参 你说了养海参不稀奇 但是他的一连串做法 却跟别人都不一样 养海参的同时 他还养起了海鸭子 而且还说了 要想赚钱 必须得两样东西一起养 谁都离不开谁 您看靠着这特别的招 2020年 他的销售额达到8000万元 这里头到底有啥玄机呢 他就是这些鸭子的主人 王兴茂 他要等鸭子们玩够了 喂它们吃海鲜 这个鸭子吃这个东西以后 这个鸭蛋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 一个鸭蛋比平常的话 能多买一块多钱 我们也只要抓一个时间 把这个饵料喂进去 否则的话 在潮水大了 我们就站不住了 这个地方都是水 我们的脚下都是水 这些顿顿吃海鲜的鸭子 下的蛋是海鸭蛋 王兴茂要的就是这些海鸭蛋 看鸭子们吃得差不多 也快潮了 王兴茂抄起肝子 就准备赶鸭子回家 海鸭蛋一年能给王兴茂带来300多万元的销售额 海滩上能收获财富 海里面也藏着王兴茂的宝贝 海底银行 18个采取员 一天出个五六千斤 多了一万多斤 这一万多斤的话是多少钱 一百多万 一百多万 想要海里捞金可不容易 工人要背上重达七十斤的铅块 一猛子扎到十几米深的海里 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下去 可能连命都要搭上 让我们跟随水下摄像机 一起看看王兴茂藏在海底的财富 到底长啥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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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挺好 挺好 好 好 货老的 有货 一个也一个 好嘞 我把这个货上了吧 好 来吧 好 来吧 来来 这个种 对 你看 今天好捞是吗 对 你看 什么都有 这都虚无还底 虚无还可少数 对 都一个也一个 这都是养了多长时间的 这都是三年以上的 单个重量有三两就够了 好漂亮 这个形状 海参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六亿年 中国烹饪海参的历史也有上千年 海参营养丰富 品质好的海参富有弹性 新鲜海参能被拉伸到自身几十倍大 然后还能恢复如初 养海参 养海参不稀奇 但是王兴茂养海参 卖海参的很多做法 却跟别人不一样 它这个增上通常应该是很超尘 不是一般的超尘 还是特别超尘 我们都没看到海参 这个海参的采叶 后边这一步 他提前都看到 王兴茂在养海参的同时还养了海鸭子 而且他还说 要想赚钱 必须得两样东西一起养 谁也离不开谁 海参和海鸭 两个听起来毫不相干的项目 到底有啥关联 正是靠着与众不同的招法 王兴茂2020年的销售额达到8000多万元 讲起王兴茂的创业故事 他要从他以前的一个外号说起 他有个外号叫破烂王 他在我们交通半岛这收破烂 那是第一的 直到现在 大家伙一提破烂王都知道是我爸 1966年 王兴茂出生在山东恒来 20岁出头 他就看上了一个行的 收破烂 专收这样的废旧鱼网 就是一碟一滴是垃圾 集中起来是资源 你看这种废旧的鱼网 当破烂卖我收掉以后 你得把它倒成颗粒 别人看不到的商机 做的做别人看不到的 别人想不到的 干啥都得有点创新 别人收破烂 还都是一收一卖 而王兴茂却在收购的同时 将废旧的鱼网 再加工进行利用 高峰时 有120多人 跟他一起收破烂 因此 他也成为了当地人口中的破烂王 1998年 王兴茂又看上了一个新行的 当时彭莱正在发展海参养殖 王兴茂算了一下账 这一算 他动心了 我算了一下 这50亩地 4年养下来的话 能卖200多万 杨海参笑一好 王兴茂决定转行 他在当年收破烂的这个小院后面 建起50亩海参养殖池 请来技术员 开始干了起来 4年之后 到了2002年 王兴茂把养殖的海参卖给收购商 一斤鲜海参卖到60元钱 销售额200多万元 这个行业比搞废品还来钱 男怕闪错行 女怕嫁错郎 就是你闪定行业以后 可能四半功倍 方向都对了 所以说加大投入 把赚的钱又投出去 谁看着揣在兜里的真金白银 能不兴奋呢 看到第一桶金顺利到手 王兴茂赶紧把家底全部拿了出来 投入110万元 把养殖面积扩大到了200亩 2006年 王兴茂的海参可以卖了 养殖4年的海参 一个能长到170克左右 可是他琢磨 海参越大越值钱 能不能再多养一阵子呢 本来春天应该卖掉的 考虑一下 现在考虑再长半年 秋天再卖 这一等就到了8月份 当地出现了高温天气 王兴茂的心里也是火烧火燎的 他怎么也想不到 短短10天时间 他的海参竟然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只留下一池臭水 都融化了 融化成水了 啥也找不着了 想死的心情就有了 怎么一场努力白费了 心血都白费了 这事放在谁身上也受不了 王兴茂气得几天没合眼 可静下心来再想想 他却不甘心就此罢首 要干都不要怕失败 怕失败就不要中 我都这个观点 大不了回去中地 我中地也要多达二几两 我都这么傻 无所谓 就是砸锅卖铁也非干不可 王兴茂跑出去借了一圈钱 一共筹集到了一百多万元 背着债务要东山再起 可不能光耗勇气 王兴茂找到专家请教 这才解开了海参消失的谜团 海参的体表含有一种自溶酶 当养殖池里海水温度超过32摄氏度时 海参就会自己融化掉 当时遇到高温天气 海参持的水温超过了海参能承受的极限温度 海参开始自溶 高温会导致海参自溶 这是当地养殖户都会遇到的难题 因此一到夏天 养殖户就担惊受怕 基本上都不敢渡夏 渡不了夏就什么都没有 全部打水漂了 王兴茂不想受这个折磨 这个从收破烂改行养海参的人 扬言要解决难题 王兴茂走遍了国内的海参主产区 学到了不少知识 他了解到 好苗才能养出好海参 当地没有海参育苗场 农户们的海参苗都是从海里捞上来的 养殖时间长了 苗种会退化 也会影响海参的耐热性 王兴茂决定 从外地构进优质海参苗 这是正在产卵期的海参 可以 可以 这么一条都是五百克以上 比我的手有多大 对 比你的手有大得多 好看 跟我的脸差不多 我可以让你自己试一下 你看 试一下对 打了 打了我帮助你 好 没事 慢慢地 往后一点 好了 好了 捞上来了 好 你看了没有 别别别别 你把你举起来 我给你看 你看 六排次的 杂交的苗种 这个它有什么优点啊 多元杂交以后呢 抗病能力强 生长速度快 能快点啊 一般比普通的苗种 应该快一年左右 这一只里边有多少的卵啊 一般人 一般情况都2000多万 这五条海参 就能排出一个亿 附着上 您仔细看 这些漂浮在水中的白色颗粒 就是海参产的卵 这样一个池子里 就有五亿多个卵 你知道 这根本数不清的海参卵 是怎么卖的吗 这是在干嘛 为什么要这样 披上来以后 测它一毫升有多少只 放上碟以后呢 它卵就固定了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哦 有点像大米粒 测出一毫升水里 有多少个卵之后 就可以根据采购卵的数量 计算出需要多少水 直接从池子里抽水 就可以销售了 王兴茂更换了一批 优质海参苗 等海参生长六个月左右 可以转到室外养殖池时 王兴茂又干了一件事 之前的养殖池不要了 他要把海参苗搬到大海里去住 这在当时 可是一件新鲜事 兔子大 风险又高 而且呢 现在四肠 经济压力又大 这是后来 预期的情况 可能往往达不到我们的预期 这是海上网乡 海参就住在网乡里 海水一直不停地流动 水温就不会陡然增高 而以前的养殖池不是流动水 遇到高温不好控制 但是网乡养殖也有风险 如果遇到台风 漂浮在海上的网乡 就可能会被冲走 当时别人也提醒过我 这个行业风险也很大 水采养殖行业 都是这么一个特殊的行业 高风险 高投入 高产出 我感觉 再差点一天再回头干老百行 再收废品 也能吃上饭 就是这么上的 我感觉一身难得一搏 搏一下 王兴茂咬咬牙 还是流转了一千亩养殖海域 我们就是十几天换一遍网 就OK了 都吃这个泥 切也二料 分面还能 分面它通过网乡里来 通过风晃来晃去都晃掉了 更换苗种 给海参搬家之后 王兴茂的海参 可以安然度下来 他把经验无偿传授给当地养殖户 带动它们一起用海上网香养海参 除此之外 王兴茂还增加了海洋牧场 底波养殖的方式 就是在深海里放入海参苗 让其在海底自然生长 5年后进行捕捞 王兴茂好不容易把事业铺开了 可很快就遇到了人生中第二道坎 2015年开始 受市场行情影响 当地海参价格出现断崖式下跌 鲜海参每斤价格从120元前跌到了40元 很多养殖户撑不下去 只能转行 王兴茂知道 如果不能尽快开辟出一条生路 等待他的就是绝路 该怎么度过难关呢 我当时一看这个形式不行 老是这样在同质化竞争 但是我感觉 反正每个行业都有个领头的 我想做深屈 别看王兴茂嘴上说的轻松 心里比谁都紧 谁也没想到 后来他竟然从海参废料发现商机 渡过了难关 都说海参浑身是饱 但其实有一个地方不能吃 所以在加工过程中 工人都有这样一个动作 工人扔掉的是海参的嘴 海参嘴富含钙质 但因为牙齿和泥沙不好处理 所以都被扔掉了 有沙有泥 一般的不太好清洗 所以带给他 他一般的话 数量少 数量少的话 也不值得弄的 我说的就是 一点一滴是垃圾 集中起来是资源 就是这个意思 王兴茂靠收破烙起家 在他眼里 什么东西都有价值 日子本来就不好过 还白白扔掉足足两吨海参嘴 王兴茂就琢磨 能不能拿它干点啥呢 汝山距离蓬来一百多公里 那里有一宝海鸭蛋 王兴茂来到汝山找到了一个人 他叫宋洪荣经营一家海鸭养殖厂 每年销售额上千万元 更厉害的是 他是汝山一顶一的烟蛋高手 原来王兴茂从电视中看到了报道宋洪荣的节目 他就琢磨能不能用海参嘴喂海鸭呢 王兴茂带着海参嘴过来 跑到鸭群中撒了一把 鸭子的反应让他喜出望外 看到鸭子愿意吃海参嘴 王兴茂跟宋洪荣商量一起合作 养鸭卖蛋 用海参去喂 对我们产品来说是一种特别好的延伸 我是愿意去尝试的 鸭子吃得好 产蛋量能增加百分之十 鸭蛋品质也好 一抓下了一个大 通过精湛的腌制技艺 五十天后美味被彻底唤醒 蛋黄成黄透亮掰开流油 三十枚鸭鸭蛋定价148元 怎么卖呢 王兴茂想借助当地的旅游资源 他与旅行社合作 把游客请到自己的基地 游客在这里可以参观加工厂 免费品尝鸭蛋 如果觉得好吃 想购买 那就要花钱了 靠着咸鸭蛋 王兴茂一年能有三百万元的销售额 忙得最狠的时候就是连轴转 就是黑天白夜的干 那时候天天想 什么时候让我休息一下多好 那时候就是在床上躺一会儿 或者是坐一会儿 都是一种奢侈 当时养海参不赚钱 但是养鸭卖蛋赚钱 王兴茂靠这个办法扛过了行情低谷 养海鸭不仅解决了海参废料的问题 王兴茂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 这直接不要这样就可以吃了 他发现客户买海鸭蛋的同时 也会咨询旁边放着的海参 不少人会顺便买点海参带回去 有了海鸭蛋 还带动了海参的销售 两个项目谁也离不开谁相得益彰 哎呀 这好吃 这好吃 从2017年开始 海参行情也开始挥暖 王兴茂两个项目的年销售额 突破了六千万元 就在这时 王兴茂遇到了一件 让他心如刀脚的事 王兴茂的母亲被确诊患了癌症 这个消息对于王兴茂来说 简直是晴天霹雳 因为他平时都不喝酒 然后自己在客厅的厨房里面 然后餐厅里面拿起酒 完了以后边喝酒边掉眼泪 我们生一辈子很辛苦 把我们弟兄三个拉十大 父侍又不带了 确实实力很歉疚 到老了 日子好过了 他又得了这个病 王兴茂想让母亲吃口好的 可他发现老人身体很弱 脚海参很困难 王兴茂心力急 他琢磨着把海参打碎给母亲吃 一来二去做的多了 这件麻烦事让王兴茂发现了一个商机 你像该海参吧 它需要泡饭 都四五天才能吃到这个海参 其实海参呢 它有的是冰冻的 必须得有冷藏功能的 你还能我们旅行的话 还能都拿杯子冰箱吗 王兴茂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能不能把海参变成液体产品 直接喝呢 王兴茂知道 这事技术含量高 只靠自己肯定做不了 他四处寻求技术支持 他叫豆力鑫 多年来一直从事食品研发工作 当时已经退休了 当王兴茂找到他合作的时候 豆力鑫拒绝了 刚开始不愿意干 因为我已经退休了 干半辈子 不想再从事食品的行业了 王兴茂不死心 三番五次找上门 除了承诺给出高薪之外 他还讲了做产品的初衷 他的诚意把豆力鑫打动了 后来我说看他这么执着 而说对这个海参确确实实 这个产业很有情怀 所以一块下定决心来干这个东西 技术指导有了 把海参变成液体产品的计划 很快推动起来 豆力鑫采用的是生物媒解技术 在这样的设备里加入生物媒 对海参进行媒解 通俗来讲 就是让海参在不添加一滴水的情况下 溶解成液体 平均下来 0.7根海参能制作出 一瓶30毫升的海参原浆 液体产品最大的卖点 就是食用方便 这也成了王兴茂的拳头产品 差不多一天都500到1000人 看到 养到 然后他们尝到 2020年 王兴茂靠着海参和海鸭两个项目 总销售额达到8000多万元 王兴茂说 创业路上他几次绝处逢生 靠的都是改变和创新 虽然今年55岁了 可王兴茂现在是越干越有劲了 创业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个不归路 没有重点 一直干到死 王兴茂不断创新 这些年来唯一不变的是什么 唯一不变的就是一直在变 他想出的招法 来解决海参化水的难题 把废料海参嘴拿来养海鸭子 打破行业传统 把海参变成了液体产品 方便的客户也拓宽了销路 我们也期待着有越来越多 能够像王兴茂这样的创业者 在广袤的乡村创新开拓 灰衣洒汗水 好了各位 今天的知福经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